歡迎大家收聽 收睇 議會內外 我是劉慧卿 今天星期五 距離行政長官小圈子鬧劇就是兩天 今天很高興請到我立法會近時的舊同事 亦都是代表資訊科技界 亦都是民主三百家的成員 莫乃光議員和我們再總結一下 多謝Charles 你好 多謝Charles 其實Charles兩三個星期前已經來過 都多過 多過 多謝Charles今天又來 因為今天有些人說沒有懸念 陳哀樂定 但還未開場 剛剛有人傳了信息給我 就說解釋習近平又說不知怎樣 我又說解釋 有些人說其實習近平是不介意曾俊華贏的 有些人說總之亂了大龍 Charles 你說說 從你自己的界別 或者你三百家 或者立法會議員 你的角度你現在怎樣看呢 我看外面有很多傳言 我想這兩天都傳得很厲害 兩種都是 你都不知信哪種是真的 你信哪種 我信自己的 你信自己的 我們做好自己的工作 自己應該要做的事 你是甚麼 即是自己要做的 我們要做的事就是 現在人家有些困擾 你先說說 你先說別人說甚麼 你先說你自己 我最喜歡你說自己 好 我想我們自己民主三百家 星期一晚我們已經開了會議 複述那天的說法 就是我們絕大多數 大部分的團隊 其實都已經定了我們的投票方向 我們的投票方向就會是 一致投票給曾俊華 98個百分點 在我們當時已經定了出來 就是決定了的人 到這兩天其實多了人決定 包括法律界 包括會計 包括社福界裏面的幾個不同的團隊 好像之前 昨天的社總等等 現在只剩下一兩個界別 應該今天 應該今天 應該不會明天 都會宣佈 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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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會差不多宣佈 其實我相信 我也很有信心 到最後 民主三百家 又要解釋一下 我們是多少人 先 其實我們不包括立法會議員 嚴格來說 所以我們通常計的數 都是298 加多7個立法會議員 305 另外還有20位立法會議員 我們都暫且不計在內 你知道那裡 其實都有民主黨公民黨 都說了會怎樣投票 那裡如果你計 民主黨7票 加上公民黨5票 減1票 因為郭榮鏗 那裡已經11個了 再加上我們298個之中 我相信我們有絕大多數 98%左右 到最後都會投給曾俊華 為甚麼呢 那其實那個想法很簡單 那些人就想知道為甚麼 那些人為甚麼 因為你民主派 你是否投給一個支持民主 爭取民主的人呢 是 那我覺得我們最重要 就是看第一點 就是民意 民意 就是民意 不是民主 民意都要看的 我知道 我相信這個民意 亦都包括了很多評論 或者民調 現在的民調其實做了很多 都很仔細的 他們都會分回 譬如他們是年齡 甚至是他們屬於民主派 中間派 還是建制派 不是啊 很明顯那些 就算是支持民主派的朋友 很多呢 這次都是想我們這樣投的 那些民調我覺得 好像有一條問題 是沒有甚麼要問的 是 就是你覺得哪一個候選人 是會為香港帶來普選 有沒有問題 是 民調 是不是特意叫他不要問這個 不是 我們控制不到民調 我知道 民調他們最簡單直接 就是想問你支持誰 你不支持誰 那如果逐個的 譬如支持民主 不是有問其他東西的 他未必的 現在那些很少的 只是支持誰 多數都是只問支持 或者不支持 譬如蘋果就喜歡問不支持 其他那些 有些就兩種的問 有些就只問一種 無論如何 無論如何 民主那方面 最大的問題就是 好奇 最大的我們的考慮就是 我們的確是不想 是一個好像 有人催我說話 不是啊 他不是遭你 其實是在搶你 我知道 很厲害 繼續說吧 你想怎樣 我們最主要的考慮就是 我們現在不想 林鄭月娥 當選 CY2.0是當選 即不是說 曾俊說贏 是想她輸 我想我們現在 在討論這個問題 跟我們之前在討論 第一個階段 討論民主派 應該有人進來參選 一路到現在 或者到提名階段 就說為何要提名他們 那兩位 以至到 現在投票的時候 說怎樣去投票 其實呢 那個考慮都是 一路轉 一路轉 其實都是說回那件事 就不是支持民主 兩點 都不是 兩點就是第一點 我們不想給一個最壞的一個 如果你這個是真 其實哪個人是最有能力 阻擋到林鄭可能會贏 有些人說 那個人叫葉劉淑儀 所以大家都打爆頭 為什麼你不放他 他很符合你們的要求 你要競爭 當然競爭 你要反操控 他當然是反操控 我又要爭一爭這一點 你不用爭 你解釋一下 解釋一下 葉劉淑儀的問題 就是第一 坦白說 我們民主派的朋友之中 對他來說 很多都難忘舊事 仍然覺得很難 下手去提名他 即是提不到下手 提不到下手 為什麼 因為你也有比較 除了最受歡迎的曾俊華之外 你也有一個 其實那個政綱是最開明的胡官 你說 我們現在 究竟 如果 很坦白說 如果入胡官和葉劉淑儀 其實你就知道誰一定會贏 一定是林鄭月娥一定會贏 如果你入曾俊華加上葉劉淑儀都好 我們有很多朋友覺得 我怎麼可以放棄胡官呢 這樣 所以 實際上 實際上 其實你是想林鄭輸 哪個人最有能力 令到林鄭輸 回到後 我也不覺得是葉劉淑儀 最有能力令林鄭輸 因為大家都很猛想 他就可以分建制票 你不要不記得 建制的票是困得最緊的 最聽話的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很明顯 曾俊華的民望是高的 現在每天越來越高 超過六成 有些 現在每天做Rolling Pro 那間機構 01去做 其實他已經超過 昨天已經去到60% 接到60% 所以 你說 曾俊華 這麼高民望 你放棄他 找一個 你記得當時 四個人還在計算 沒有人叫你放棄他 那時候他很低 葉劉淑儀 到現在還是很低 不是一個問題 實際上 你讓市民 如果我們入閘 就是說 放葉劉淑儀下去 我相信 建制派很容易 就有個借口 就是說 那些人都不是很受歡迎他 我都是給林鄭 其實我真的不太相信 你覺得他沒有什麼 分到票 老實實 去提名的階段 葉劉淑儀 連拿 建制的提名票 都還拿得差 比曾俊華 你說他分票能力 有什麼可能高 我想大家不要有這個幻想 不用有這個幻想 胡官 我聽到他 他不知道幻想 還很憤怒 聽到有些人提及他 他才進去 現在又不給他 他又說你們自取其辱 又說要問一下良心 怎麼對得住香港 嘩 那些語言 你們怎麼搞 我覺得胡官 其實是很好人 我想他也是一時之氣 其實他跟我們一直都有談 我相信有很多界別 特別是社福界等等 很多朋友都對他的感覺很好 其實每一個界別對他的感覺都很好 為什麼會這樣收場 但實際上 我想不是說收不收場 大家都知道 投票的遊戲規則 是影響了我們的提名 和投票的策略 我們一直都很強調 這個策略 策略就是提名和投票分開 以及我們是策略性地提名 策略性地投票 所以如果這樣說的話 大家應該都很容易理解 我們怎麼都要兩選一 如果之前的說法就是一半一半這樣去 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現在就算我300票 我們民主派可以團結到 到現在我們真的很團結 但問題是不夠令到一個候選人贏 我仍然需要300票 最少在建制派那邊肯過來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訊息 就是我們很團結 對方那邊的希望 有可能 其實心裏可能想暗票的時候 就會自己做事 那班人 他怎麼會相信呢 原來我們民主派都分散了 他就說不如算吧 我還是不好聽 反正我們聽慣話 我們現在就是給一個信息和希望 所以我覺得這個團結是要重要的 可以不可以?過不過得到? 那就要看他們 去到這個階段 那你現在給不給他們一個信息 我覺得我們的信息就給了 他們聽不聽呢 我們也控制不到 不過這兩天有一個更強的信息 那個是李氏力祥 李嘉誠的信息 那對於那些人 當然不是對於李三伯 對於那些人在騰騰陣 或者是否走過來那些 李先生是否給了一個很強的信息 他們呢? 我覺得李先生的信息 李氏力祥 是你喜歡 我也看過網上 還有很多評論的解讀 怎麼說他們? 兩種都有的 有些就說 最緊要就是要加幾句 你都是要修補香港的撕裂等等 那些 那這個好像已經變了 其中一個 一號候選人的台詞 但是他又說到 雷窩 要中央 雷窩又要修補 又要說要支持中央 老老實實什麼都給他說了 你喜歡解讀 是他支持哪一個都可以的 老老實實 他實際是怎樣呢? 私底下 他有沒有在後面 跟他們那些商界那裡 傳一個比較上清晰的訊息呢? 這個我們沒有人知道 但是 無論如何 我都是覺得 他那個說法到現在 都是各取所需的 但是他上一波 他自己上幾個星期前都說 我那年支持Henry的嘛 怎麼知道兩個星期前 選舉兩個星期前 我都知道Henry輸 所以那天那些記者都挺好 那些記者說 喂!你上次兩個星期都知道那個輸 這次有幾天而已 誰輸 他有沒有說到誰會輸 如果他連胡國興會輸 他都沒有說 他當然不敢說 所以你看你怎麼解讀 說了就又踢爆了 北京這個男劇 或者他要 或者有些馬後炮的分析 他才出來說 但是無論如何 我真的不覺得他那個說法 已經是可能是 叫做落了閘 還是已經有一個決定了 你不覺得是有北京的人 跟他說的話 一個很清晰的表定 我相信有的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你再學五年前 你自己想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到今天 你看到的確是 一直下來發聲的 都是一方面的中央系統的一邊 張德江那邊 當然 你說習近平那邊沒有發聲 他一樣是沒有發聲 但是可能發了聲 我們不知道 所以這些我就不懂 有鬼用嗎 李嘉誠說另外一件事 你一定要發聲 什麼 他就說 本來有一人一票 是你一人一票 在香港 怎知為何又沒有人去罵他們 他又想罵你 我們每天都聽 我都駁了幾次 你在這裏駁多一次 你給你一分鐘去駁 我都駁了幾次 人都知道 人都知道什麼 不是 他是不是人 他是超人都是人 他為什麼不知道 是超人都是人 我們解給他聽 解 星期一 在電台那裏 有位聽眾打電話上來 在港台早晨的節目 那時候我在 他打電話上來 說得很好 他說 去年前年 他們我們 否決這個831的 框架下的政改方案 那時候 他都覺得你們這些人 為什麼否決了 令到他們不能今次投票 他說經過了今次 這個選舉的過程 他就知道 哦 完全明白了 如果不是當時我們這樣做的話 今次根本 他們很想見到那個候選人 很支持那個候選人 即使是一個建制派的候選人 叫曾俊華 其實都不能進入閘 所以 那些人去說 都是你們這樣投票 否決了 我們只要回答他兩點 第一點就是 你有沒有投票 那天有沒有投票 還是走出去 你根本都沒有投過票 第一 第二就是 即使如此又如何 實際上 實際上 到時就是 CY2.0 CY2.0 CY3.0 CY4.0 他給三個這樣選 他會給什麼 當李先生罵得對 到時過了 那個 當時過了 那個壞鬼方案 你猜有什麼情況出現 現在一人一票 有誰給香港人選 我也真的不知道 我看 這個就是 不要只看831 或者過不過到 我反而大勢來講 比較擔心的 就是覺得 現在 中央過去的20年 我想兄姐你最清楚 是看回他一路 對於整個政制改革 那個困難的程度 好像是越來越緊 你現在已經去到這個階段 我知道 你回答一下我的問題 乖仔 如果是831過了 他給什麼人 他給哪些人 李嘉誠選 他這麼生氣 其實呢 林鄭月娥之外 我真的不知道 他們會找哪些人去選 但是法例一定說兩個 或者真是 或者真是葉劉淑儀都未定 胡國興我相信 無法入閘 胡國興 因為他知道你民主派的票 是五成多 如果胡國興到時 都是用他現在這一種 的平台 他的政綱去表述他 即是民主派的呢 比較近一些民主派的東西 或者開明派的呢 我覺得他都不會入到的 曾俊華很明顯 當然入不到 所以要解釋給他聽 我真的不明白 為什麼他會說這種話 大家都很… 我想他有時候說的 是想說給人聽交數 會不會 交數 不知道 如果香港的首富都要去交數 你說我們其他七八萬民有什麼希望 這個選舉好像被黑社會操縱 說起黑社會 現在就說星期日 那些就未必是黑社會 很多人要堵路 堵塞了那些東西 你們怎樣去會展 你們 我不知道 你們聽不聽到很多人要堵塞了 我沒有特別聽到 你們需要找人來互送 你們進去投票嗎 我們這些不用人互送的 我相信我們自己會找辦法進去 你們會… 因為我們多數行路 你們會參加 參加說要堵路 那些有沒有跟你們聊過 沒有 你們贊不贊成他們堵路 我想如果任何合法示威的做法的話 那我覺得警方和政府 當然要安排給他們做 但是如果你說真的 那個情況會影響了那個投票 那我想我自己個人來說 就未必看到有太大的 在這個階段有什麼 真的做到出來的效果 我想反而我們都真的要… 因為你知道香港人來說 如果你真的有一個很激烈的場面出現了的話 我都不知道這個實際 對整個運動是好還是不好 始終來說我們沒有參與 我相信這些主流的民主派政黨都沒有參與 你們都憑不同意這樣做的 我想我個人來說 就…看你什麼叫做示威或者堵路 什麼情況 即他們好像說 就是盡量不讓人進去 令到那個選舉做不到 我只可以這麼說 其實那個選舉只有兩個小時 我只可以這麼說 我個人來說 我真的不可以代表民主三位家 或者誰去講 但我自己個人的角度來說 始終如果這樣去做的話 都是屬於一個違法行為 那違法行為 我想我個人來說 就不可以說鼓勵去做 政府最近在立法會 就解釋得很辛苦 告訴你 一定是公平公正保密的 你覺得你滿意他們這樣做會不會 真的可以令到那件事 是… 秘密投票 暗票這樣進行 因為有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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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真的… 我當然是有信心 當然我也不怕別人去… 你不怕而已 但是… 那個… 投票的程序 你覺得是否真的做得這麼… 其實投票始終是要… 你說… 就算… 難道每個人要給你手套 你戴手套 沒有手指沒有的 那些… 那些是扶寧的 是這樣的 你不要靠著我 你進去… 真是扶寧的 你戴了白手套 你會不會戴白手套 你會戴白手套 雖然別人知道你投誰說 但是… 我想這樣說 我也對香港政府到這個階段 我看不到它這麼容易 可以做到這麼大規模的干預 或者去查…去查…去查你的行動 喂…不容易 這個…始終香港是一個開放的社會 你見到整個的… 香港的選舉 都是很多的公務員… 他們…他們… 就是…加班… 那樣東西去參與去幫忙 只是蓋不住火的 如果有人做這些情況 一定會… 就是…我… 我不會覺得是這麼容易蓋不住的 但是無論如何 我覺得… 政府有些也跟我們說 昨天…譚志遠都在說 即是說… 你們聽到你們說 怕這個…怕這個… 怕那個… 我又在那個… 你知啦… 因為那個… 跟我們平時… 可能自問我們去… 一些… 學校… 投票站… 那些不同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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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那些… 他們也有閉路電視 他說… 呀… 你們放心… 我聽到你意見… 拆掉閉路電視 如果他真的拆了一個… 老老實實… 肯定是人都會知道的… 那… 有沒有人這樣說… 沒有啊… 或者… 那些… 盖上蓋子 我自己覺得大家應該不用擔心 有些人最糟糕是要叫他們拍相 拍了相反就立刻證實你拍了誰 當然如果他這樣做的話 就不要說是否讓人查到張票 他自己已以身事發 我覺得當然不要這樣做 尤其是你这么专贵的建制派选委 还要去这样做 才不要制 其实你猜明天 星期日会是 头一轮就搞定 要不然你们要留到两点钟 要三点第二轮 我自己觉得可能应该一轮都会 一轮都解决到 老老实实 了断了 因为现在的情况 都很明显 有林郑月娥可能是热门 现在那只热门就好像做个小 想追上来 但是第三名的那位候选人 胡冠那些票就应该都不会多 如果这样的做法的话 我觉得要是如果你说叫爆冷成功 都可能是一轮的 真的好似曾俊华所说 但是我就不敢评论这个机会有多大 我相信都叫做爆冷 就是机会小的了 但是林郑月娥如果是辜购票的话 没理由是一轮拿不到 因为如果我是建制派的选委的话 我都不想 不想两点钟回来再投过 两点钟又要再投多次票 而且他都会想就是说 如果这样做的话 就是那两个钟头他都很难过 那些这样的追寻call 他都很辛苦 三个钟 三个钟 我相信三个都被人抓烂 是啊 所以我想他们这帮尊贵的建制派议员 都想一人交战 但是有些想示威的嘛 哪个示威啊 你说建制派那些人 会不会呢 看个数目有多少啦 如果是这样的 他要示威的 最实际的就是投给另外一个候选人啦 投个转啦 投个转啦 这样就是一铺就完啦 你想的 我想机会率上面都大 我相信一轮完的机会是高的 但是当然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啦 其实中央或者是内地 有没有接触你们的呢 现在又说张德纲还在深圳坐镇 就是有没有和你们都会去沟通一下呢 三百家 早前在提名期那时都有提过啦 就有少数的三百家的选委 都有收过一些中联办的电话 是 那当然就向他们历陈啦 林郑月娥的优点啦 但是这个都当时 你看到都没什么作用 没什么大作用 那到现在来说呢 我又觉得这几天有些 今天也有些传媒就说啦 譬如说有些指明某些界别啦 社福界啊 这个建策规源啊 甚至这个医护界啊 有些就说会过 卫生服务界应该说 他们说有些会过去给林郑月娥 但是我就觉得 都很难去想象这个情况出现 因为事实上呢 这几个界别就算有少数的 未决定的选委 其实他们都说得很清楚 亦都看到他们的表态 其实就是 最头衡就是想着 我应不应该 都是要投票给胡官 我又看到 如果这样 他要180度转向 去了那些undecided 那些未决定的那些 180度转向 就突然间变成林郑月娥 我觉得是非常不可能的 而且呢 我也不知道当中 有没有涉及一些议员的偽讯 因为你说真的 譬如建策规源 即确有三个是建制派的人的嘛 那些一定会拿的啦 谢伟泉那些 所以其实呢 这些都不知道是否一种业维言艺术 就说那些专业界别可以拿到一些票 实际上我相信呢 我们今次就是 因为我们始终三百家的做法呢 我们从来没有捆绑的 我们和政党 你们说捆绑不是那回事的 我们是要大家谈 从下而上 我觉得今次亦都这个过程是 就是我们在民主派里面的一部分的朋友呢 是尝试做到一个模式出来 就是一个实验 是挺好的 我不敢说在所有的情况都做得成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经验和这个合作呢 是一个都不错的一个实验和示范 那如果星期日开了票了 数了了 不知道多少了 那你们会不会三百家都会出来交代一下 那些记者可能都会问 喂 有没有走到票啊 你们怎样啊 那些 条数最终出了来的时候 是怎样计算你们才会觉得很安心 没有走到票呢 就是要 就是张真要拿到多少票 很坦白说 其实这个亦都是这个讯息 我觉得不是和民主三百家说的 更加重要是和 跟建制派的那些的选委说的 只要到时 曾俊华 如果曾俊华只有二百票 没法了 就只有二百票 有得吵了 我觉得呢 我们现在的情况来说 是没有可能的 只要他是拿到超过三百票 那没有人知道 当是你的了 没有人知道你投了什么票的 所以你们真的不用害怕的哦 所以你怕什么呢 你叫谁不用害怕呢 建制派的那些选委 我不是和民主派的那些朋友说 我对他们很有信心 如果真的对华丁二百票 我相信你们就个个捉住去照发 当然是啦 那你自民都说 喂你真是你真是明明我们 给那么大的希望下去 你们都做不到 原来你们这些朋友都走掉了 那我们最少就是 这次也有一个好的机会 也都我们民主派呢 虽然的光谱很阔 但是我们都团结了一齐呢 就说我们是愿意接受 和反映人民的意愿 其实人民是想普选的 Charles 我不想第八次提你了 我知道 但是 我们亦都想找个人去帮我们 对啦 我说得好些 我说了一些应该跟阿卿姐那样说的 其实你呢 不支持他的政纲 我们不完全支持的 曾俊华说不完全支持的 我希望他看过我政纲 因为他因为我政纲支持 那些人说 其实我们不是支持他的政纲 你支持他什么呢 那我们有看的 你唯一就是支持他 叫他去阻碼林郑的 我想也不公道 任何一个候选人说 全部都不支持你 但是就 当然 我们要看的 我们一向都说 不是只看政纲 你看什么 我要看个人的 这个人政纲 你看梁振英也是 政纲可以写在这里 但是做不做到呢 那将来的特首 他写在这里 是不是100%做到呢 我都觉得未必是的 但是最紧要是 他的态度上 我们跟他说 是听不听我们的意见 好像我们昨天也有几位议员 出来说过 杨岳桥和陶锦生 我们三个出来 都是要说 就是说 因为这几天 林郑月娥都在 发放一些消息出去 就是一些说法出去 就是说 其实他都不明白 为什么现在不可以 和民主派合作 一向的合作很好 你解释一下 我们那时候的说法就是 喂 他当这个政务官的时候 那时候的 处理时务的态度 和他今天是很不同的 在现在来说 特别是政改他那段 即是不行 输了之后 失败了之后 其实整个态度来说 甚至乎 我用一个例子 我们很记得 我们专业议政七个议员 都已经算是温和的议员 温和派 那麽巧在梁振英宣布不再参选连任 之前那天 是约在拒办公室和他见面的 我们见面之后 整个感觉就是 那你说完了 这些东西 社福介说 要谈一不过缝款 我们真的很关心 这些东西没得谈的了 不如想想其他东西说 那个态度 那时候是他没有出来宣布参选 没有 那时候是说梁振英 没宣布 之前一天 不过他都知道 我不知他知不知 梁振英说他 星期四说给林郑听 他星期五就出来宣布 或者他的态度还没转一切 但无论如何 我们看的是 究竟不只是看你的政纲 你的说法 即他的态度很差 什么都不听 你是不是说 当你做了特首 就变成了另一个人 因为当时 只不过是被梁振英 逼你这样做 他在我的节目中说 如果他做了 他说去八档和你们谈 现在还是八档 他自己也说十档 那你们原则上 会不会和他谈 如果他找你 我们就不会说 我们一开始 就一定跟你全面 是不合作 还是怎样 我都要看看他怎么做 但是现在这个阶段 我还有得 还没投票 我没有理由 就是说 反过来 就是因为你票多 我打算你都会赢 我就说 不如我们全部投赛你 希望将来你会改变态度 也不需要 不需要 那么我们最少 我都不用买你这个 不不不不 我都不是叫民买 我只是想 因为很多人都想知道 尤其是你坐在议会那班人 是否会杯葛他 还是会去和他谈 但我不可以代表任何所有的人去说 但我相信我们自己专业议政的议员来说 我们都要看他怎么做 但是在这个阶段 我们就不是说 将来合作与不合作的问题 这个阶段应该说 就是说 我们希望 在星期日 选到一个 真是香港市民想见到的 下五年的特首 而不是一个 现在已经告诉我们 很不想见到的 总之我们没有票的人来说 无论哪个选到都好 我希望他很重促 和你们各党派 你都好像假设他一定会赢 不是 我说谁赢都好 当然是 都要重促 是要和所有的党派 因为没有议会的支持 你的东西来到 左又拉布 日又拉布 那你就搞不定 现在时间到 那我们大家看看星期日 说没有惊喜 看看是怎么样 多谢李超市 多谢 多谢 拜拜